OK 終於等到 Apple TV 了 有沒有人跟我一樣等很久 OK 我們今天會講到 Apple TV 全新設計的 Apple TV 現在終於有更多消息出來 很多人都在等 跟我一樣 我也在等 很多消息說去年本來就會出來 然後後來一直拖到去年 3 月 去年中 然後到去年底都沒有出來 可是一直有很多相關的間諜照 好像是他們的 PVT 給工程師測試的機器 裡面是有 A12Z 的晶片 A12X 或 A12Z 的晶片在裡面 當初因為有發這種 PVT 給別人去測試 所以讓人家以為是很快就會出來 可是目前我們得到一些消息就是說 某一些原因等一下會講到 讓這個整個案子向後推了不少 可是其實算是一個好消息啦 再來我們也會講到 就是全新設計的 MacBook Air 然後裡面會放入 M2 的晶片 對 不是 M1 才剛出來嘛 我自己也買了一台 所以為什麼那麼快會有全新設計的 MacBook Air 消息出來呢 其實也是滿合理的 那我們等一下來慢慢討論這個吧 好 喜歡這類影片的話 就記得訂閱頻道 按下小鈴鐺 按讚跟分享 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 我們先來講我看 MacBook Air 好了 因為我最近也才剛買一台 M1 的 MacBook Air 最近聽到說它有要重新設計 然後放入 M2 的晶片 其實這個也是我在當初買的時候 大概心裡有一點底會這樣子 因為我們知道它這一次 M1 上市的時候 它其實是沿用舊機種的設計 就是不管在 Air Pro 還有 Mac Mini 那這樣的原因當然就是因為 這個機種已經基本上就存在 那這個硬體也基本上就存在 那這樣直接放進 M1 的晶片 是一個比較方便 比較快速 也比較安全的一個選擇 那不用重新設計啊 可能會有其他硬體上 設計鍵盤上的問題 等於說它們不用那麼趕著去 又推出一個新的晶片 然後又推出一個新的全新外型設計 所以我大概心裡是有個底啦 可是我還是買了這一台 MacBook Air 那主要就是真的想知道它的效能 使用起來跟我先前 Intel 的 Mac 大概差距啊 它的使用的體驗感怎麼樣 所以我基本上是不會覺得 不值得買或是現在不應該買啦 那至於現在有消息出來說 這個 Air 會重新設計 OK 那講這台 M1 的 MacBook Air 基本上它的整體外觀 就是跟它先前的 Intel 一模一樣 這樣的設計是從大概 2018 年就開始 但後來大概更新 就是把蝴蝶式鍵盤改掉 變成這個剪刀式鍵盤 這種情況下的話當然就是鍵盤比以前好用很多 可是在它裡面內部其實有做一點改變 就是先前 Intel 的 Air 它裡面是有一個風扇 雖然那個風扇是沒有直接接到 那個處理器要散熱的地方 是有一個像是銅管的部分連接過去 可是散熱效果是非常差 這個大家都知道 那現在放了 M1 晶片之後 它就基本上也不用風扇去散熱 表現還是非常的好 所以再來新設計的 MacBook Air 據說會是怎麼樣呢 他們現在說整體的設計會改變 設計語言會不一樣 它會變得更輕更薄 我們在現在 M1 看到的這個 比較厚的邊框這樣的設計 也會變得縮減很多 這樣看起來是不是就很像 先前 12 吋的 MacBook 如果真的是那樣的話我還滿期待的 因為那一台是我覺得 個人很喜歡的一台 MacBook 可是先前使用 Intel 的晶片的時候 沒有風扇的設計在散熱上 其實並不太實用啦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 M 晶片 閃效 節能這些部分都做得那麼好 我覺得是可以把它放在再小一點的機身 也是沒有問題的 這樣整體來說 我覺得它在產品線也可以有一個更好的區隔 因為畢竟還是有 13 吋的 Pro 它的尺寸跟體積 跟這一台 Air 又沒有差距那麼大 所以把 Air 整體再做得縮小一點 讓這個無風扇的設計就顯得更明顯一點 放在更小的機身 這個對平常要做一些文書處理 甚至像是一些輕度的剪片 但又追求輕薄還有方便攜帶的人來講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產品設計方向 好 再來我們就來講一個 我期待很久很久的產品 是 Apple TV 這個 Apple TV 的新聞其實從去年初 或者是前年底就開始傳 先前年的講法還只是說 去年 3 月或去年 6 月的時候會上市 其實先前這些消息傳出來 也不是一個沒有證據的一個消息傳出來 因為其實有一些測試者 還有一些工程師 他們都有親自拿到 PVT 就是 Apple TV 的一個產品測試機 大約是去年初的時候 所以他們大概預想就是在 3 個月 或是在 6 個月內會推出這個產品 但至於後來為什麼沒有推出呢 我們可以來看看就是說它現在對這個產品 現未來的規劃是怎麼樣 他們說新的 Apple TV 會是一個 有重新設計的遙控器 那它還會有一個遊戲的手把 然後再推出來的時候 會搭配一個有更多大作遊戲的 Apple Arcade 那至於當初 PVT 裡面放的晶片是 A12X 那就是先前 iPad Pro 的那一台 那需要放進 A12X 那當然就是為了讓它可以有更好的顯示卡在裡面 可能要玩一些遊戲 當然這個是 PVT 然後在它的遙控器上面 會有增加了 Find My Remote 的 App 就是可以尋找你的遙控器的 App 這個是非常的方便 因為我們知道 Apple TV 的遙控器很小 那我們雖然不知道它全新設計出來會是什麼樣 可是我相信應該也不會變得太大 可能也應該還是黑色的 平常有時候在燈關掉的時候真的滿難找的 可能會有 U1 的晶片在裡面 OK 關於這個有一些人有提供一些消息給我 這個也是我平常有一直在追的一個消息啦 他們說有一些 3A 的大座在開發中 這個延期跟這個 看要怎麼翻譯這個 跟這一些 3A 大座的開發緩慢有一些關係 蘋果希望就是他們在發表這個的時候 是一個很大的發表會 可以吸引到非常多的目光 一個很有力的去推這個新的產品 所以他們的期望是有 3A 大座 在他們推出的時候 就已經在上面可以直接開始玩 因為如果沒有這樣的話 就只是放入一個比較強效晶片 然後跟先前一樣的 Apple TV 有點讓人家覺得摸不著頭緒 為什麼要這樣做 除了一些 3A 大座 既有 3A 大座的移植 這個是蘋果期望的方向 蘋果也有在左手跟一些廠商合作開發 就是獨有的 3A 大座 他們說其實應該說這個過程 比蘋果想像中的還要困難跟成長 常在玩遊戲的人應該都知道說 一個 3A 大座是要非常多年去開發出來的 甚至是移植 3A 大座 都沒有想像中的容易 這個就大致上我們現在對 Apple TV 知道的事情 就是說它裡面會有 A14X 的晶片 然後它會有重新設計的遙控器 然後它會有一個遊戲的手把 那不太確定這個手把是說 還是可以配對幾個 可是他們說這個手把會是在 所有的蘋果裝置都可以使用 就在你的 Mac 在你的 iPhone 的 iPad 這些都可以使用 然後在 Apple TV Arcade Plus 就是在一個更高等級的 Apple Arcade 那或者是既有的 Apple Arcade 裡面 再放入 3A 的大座 這樣的一個平台會推出來 然後蘋果有想要自己開發自己的 3A 大座 那可能不是蘋果自己開發 就是蘋果配合一些遊戲商 然後開發一些獨有的 3A 大座 還有蘋果想要移植一些現有的 3A 大座 過來到他們這個平台上面 那這個就是我們目前所知道 那這個消息跟我們先前所期待的 Apple TV 可能會推出來的一些硬體的等級 又有一些更新 又有一些改變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好的消息啦 畢竟是蘋果要花這些時間 就是為了把這個產品做好 而不就只是單單是一個 推出來這個東西 就只是為了簡單的一個硬體更新 可是沒有配合一些什麼新的 content 遊戲出來 那所以今天這個問題我想問大家就是 你們對這個 Apple TV 有可能往遊戲主機發展的這個方向來講 你們有什麼想法 因為我平常沒有很常在玩遊戲的人 可是我知道玩一些比較 hardcore 就像 3A 大座的人 他們會想在 Apple TV 上面玩嘛 那當然是有些東西有了 可能就會有人去玩啦 可是就是你們對這個想法是什麼 那有很多玩遊戲的人他們說 Acer X 他們在遊戲效能上的表現是非常好 那如果現在有一個 A14X 你們覺得它的效能會怎麼樣 我想知道就是說 如果它裡面還是裡面的記憶體 不能再另外換音底或加音底 還是綁成 64GB 或是 122GB 的話 那它遊戲的存放是怎麼樣 是走雲端的方式嗎 會有像其他家裡有的雲端處理器的方式 玩這些遊戲呢 還是它要怎麼存放這些遊戲 那你們對這個產品的看法是什麼 那希望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 先前其實這影片有一些人 可能在供應鏈端工作或什麼 他們會在下面有些爆料 那如果你想要在下面分享這些消息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在內部供應鏈端或是什麼地方 知道些什麼 那如果你想要匿名提供這些資訊的話 也可以到我的 Twitter 或是到我的 IG 裡面私訊我 或者是在 Facebook 也可以 可是 Facebook 我常常會收不到那個私訊 所以最好的話還是在 IG 跟 Twitter 私訊我 OK 那我會留在這邊 OK 好 那今天的快報大致上就這樣 那我是蘋果爹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Bye